今天我们介绍一下风险预测 在风险预测页面中大家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条形图 那么这些条形图是根据要求风险的分类进进来一个排列 这些条形图主要是基于可用性或者缺失重要文件的公司风险概述 我们可以点击不同的颜色去了解更多 那么比方说在B3类别当中的绿色我们点击 那么下面出现的这些要求表示已经有足够的文件去满足到该要求 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动作 那么红色红色的部分下面出现的这些要求表示没有任何文件去满足到它 需要去进一步的收集 黄色的部分表示说下面这个要求并不适用 已经被设置为并不适用 蓝色的部分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下面这一个BOM list 需要提供更多的文件去满足到该要求 谢谢大家 一下 trends or in mind,什么就是吧? 喜欢的视频 对来看工作有点存在 这就是204频 我们关you